明朝在广大历史爱好者的眼中,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,究其原因,也许是因为大明是最后一个汉人王朝,并且在276年间涌现了无数的能人志士,有人说,明朝亡于崇祯皇帝,可是崇祯皇帝继位之时,大明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边缘,就算是朱元璋在世,也无法力挽狂澜,实际上,万历时期,就已经让明朝动了根基, 王世奇,这个不可多得的军事能才,帮助万历皇帝抗击日寇,为大明延续了寿命,可他却是果实还乡,直到上世纪发现王世奇之墓,才发现里面竟然有十亿珍宝,这又是为何,1956年4月,临海张家度农业社的村民,在给家中天剑猪卷时,无意挖出好几件没见过的稀奇宝贝,意识到这些可能是文物的他, 马上就将情况上报给了相关部门,很快,当地文物局便派出一对考古人员奔赴现场,对文物进行保护性开采,最后,考古人员确认这是一座古墓,墓中藏有107件金银器物,其中包括了树发金冠,金带版等文物,不仅如此,墓中还有22件,可以被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各式各样的古玩饰品, 这林林总总的文物总价值约在10亿左右,发现古墓时,古墓未经破坏,文物也很完整,鲜少发现损坏的情况,这就说明古墓的情况非常乐观,然而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却不怎么高兴,反倒被笼罩在了疑云之中,之所以如此, 是因为他们发现墓主人的尸体上,为穿戴一件宝物,而且明显是用草席裹着下葬的,因此围绕在他身边的宝物,显得太格格不入了,不过,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,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和调查,这便是之后的工作了,根据已确认的史家资料,鉴定组专家最终确认,这是明代著名抗窝英雄王世奇的墓, 而这位被人人称赞的一代清官的墓中,出现价值连城的宝物的缘由,还得往前追溯一番,王世奇是一位历经多职的官员,凭借其爱民儒子,精明能干的品质,身受朝廷器重,万历二十三年,波州杨应龙造反,王世奇被派去安抚,他以一己之力,成功劝降杨应龙,解决了谋反问题,因此被晋升为四川暗查副使,到了万历二十五年, 日本封臣秀吉发动对朝鲜的战争,作为明朝附属国的朝鲜,再次请求明朝的帮助,王世奇被任命为监军,和总兵刘廷一起听命于刑界指挥,率领数万士兵前往朝鲜,支持明朝的抗窝行动,王世奇凭借卓越的能力,被委任为水军陈林和西路,刘廷两军的监军,出入朝鲜时,刘廷计划引诱倭寇先锋小西行长, 但在即将成功的时刻,却被刘廷的部下泄密,导致计划失败,刘廷的进攻因此失利,此时,有人提议撤退,避开敌人的锋芒,导致军心不稳,士奇大将,得知这个消息的王世奇怒不可遏,准备将总兵刘廷捆绑起来, 但刘廷感到恐惧,随后勇战并打败敌军,在王世奇的帮助下,刘廷成功夺取显的夜桥,攻占利林,最终大败敌军,小西行长只率领残步逃脱, 王世奇在关键时刻振奋军心,扭转战局,大败倭寇,对于整个抗窝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, 万历二十六年八月,封臣秀吉病死,这使得本就败退的倭寇军心更加混乱,大量倭寇开始逃回国内, 王世奇在朝鲜抗窝中脱颖而出,以卓越表现晋升为河南左部正史,虽然非主将, 但他对战争的胜利起着关键作用,他在胜利回国后,受到了朝鲜民众的热情欢送和深深的感激, 朝鲜朝廷也对他的贡献表示钦佩和感谢,王世奇以其军事才能和爱民如此, 深受百姓爱戴,在回国后还收到了百姓送的万民伞,可见他受到了多大的爱戴, 他的家族成员也和他一样受到百姓的敬仰,收到了十把万民伞, 因此他们所在的巷子也被称为十伞巷,明朝万历四十六年, 王世奇在上任途中因病去世于山西,他生前为官清廉,却并无多少积蓄, 因此在他死后,家人只能用一张破草席裹住他的尸体, 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,就匆匆下葬,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草席裹尸, 要知道,在古代素有三年清之县十万雪花银的说法, 而王世奇竟然穷到死后草席裹尸,这才是真正的清官吧, 王世奇生前已清廉闻名,但他的墓穴在三百年后被发现时, 却出土了价值超过十个亿的陪葬品,许多人因此怀疑王世奇是否真的清廉,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?原来,这些陪葬品并非王世奇所有, 而是皇帝为了感谢他的清廉而赐予的, 在王世奇下葬不久后,万历皇帝就知道了这件事,并深受感动, 所以,王世奇并非贪官,他的清廉生育是实实在在的, 后来王世奇墓又出土了金冠,金带等一百多件金饰品, 其中二十二件是国家一级文物, 特别是那条金香玉金带,保存完好,造型精美, 树发金冠璀璀璨夺目工艺精湛,根据估价, 光是这些金器都价值十亿, 如今,他们都静静躺在浙江省博物馆里, 一位默默奉献的英雄,为国为民奋斗一生, 却在死后被人渐渐遗忘,这不禁让人心生惋惜, 然而,这位英勇的官员王世奇, 因为他的忠诚,英勇和清廉, 最终得到了英勇的荣耀和尊重, 他的墓中那些价值十亿的陪葬品, 不仅没有影响他的生命, 反而证明了他的功绩, 这让我们明白。 英雄的价值不在于他们的财富或地位, 而在于他们的贡献和精神, 我们应该记住那些在中华民族崛起和复兴过程中默默付出的英雄, 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和赞扬, 王世奇虽是清官, 但他的一生或许并非完全干净无瑕, 也许, 他曾经有过一些不为人知的选择, 这或许是解开墓中珍宝之谜的要事所在, 而墓中珍宝的价值之高也许正是历史的一个巨大玄机, 背后隐藏着更为精彩的故事, 王世奇的一生或许是历史的探索之旅, 我们或许需要更多的了解, 去揭开这个谜题的面纱, 无论如何, 王世奇这个清官的一生留下了许多谜团, 也让我们对历史的了解更为深刻, 或许, 对这个清官的认识并非局限于他所做的善事, 而是更深层次的历史解读和理解, 王世奇这位明朝清官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和复杂性, 他的清廉正直与墓中的珍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 引发了无数人的好奇和探究, 一方面, 他在官场上的清正连结, 爱国抗敌的事迹让人敬佩, 另一方面, 墓中珍宝的出现却给他的一生蒙上了神秘的面纱, 这个故事仿佛是历史的谜团, 每一段王世奇生平经历都似乎揭开了一层新的面纱, 让人不禁陷入猜测和思考, 他清官的身份和墓葬中珍宝的关联性, 让历史学家和研究者们展开了一场热烈的探索, 或许, 王世奇生平还有许多未被揭露的秘密, 或许墓中的珍宝是历史特定时期的象征, 又或许, 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, 不论其中真相如何, 王世奇这位清官的故事, 必将永远被历史所铭记, 也是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的谜团, 值得我们深入探索和思考, 历史的故事总是令人着迷, 尤其是那些充满谜团和复杂性的人物, 王世奇这位明朝清官的一生, 就像历史书中一幅充满对比与神秘的话卷, 让人感叹不已, 从他清廉正直的官场形象到墓葬中出土的珍宝, 王世奇的故事似乎散发着神秘的光芒, 他在官场上的表现让人钦佩, 忠诚而连结, 抗窝护国更是展现了他的爱国情怀, 然而, 墓葬中出土的珍宝, 却与他清廉正直的形象格格不入, 成为历史中一道谜题, 或许王世奇的墓葬中的珍宝并非来自他本人, 也可能是后人或其他势力所为, 古代官员墓中的陪葬品并非都是属于墓主人的个人财产, 有时是后人或地方政府为了彰显其地位, 或表达敬意而添置的, 这样的做法在历史上并不显见, 另一种解释则可能涉及王世奇本人的隐藏面, 历史人物的一生往往有着复杂的层次, 可能有许多未被人所知的秘密。 他的一生是否完全符合清廉正直的形象, 是否在某些方面做出了让人惊讶的选择或决定, 或许正是解开这个谜团的关键, 王世奇目中珍宝的价值连城也许并非表明他是个贪官, 而可能只是历史的某种象征或偶然现象, 有时,历史的细节容易被现代的眼光所扭曲或误读, 或许这仅仅是历史中的一个片段, 我们缺少的只是更为完整的故事, 然而,这个谜团也可能永远无法得到完整的解答, 历史是一幅画卷, 有时故事会被岁月的洪流冲刷, 留下许多未解之谜, 而正是这些未解之谜, 使历史变得更加丰富和神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